无保老人突然身故 原因令人意外 侄子主动站出来料理后事 可为何侄子却又打起了官司 明明自称侄子 可是法官却发现 他其实另有秘密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不是侄子的亲侄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厄 英伦牛奶花生 要您收看传奇故事 按理说人们的亲缘关系 都是很明确的 亲的兄弟姐妹 亲的侄子外上 一般不会搞错 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事 却有点蹊跷 有个叔叔和个侄子 同村的村民 甚至于最亲近的邻居 多年来都认为他们俩就是至亲的叔侄俩 可是最后当法官一查 他们俩的关系竟然非常不一般 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不是侄子的亲侄子 这么一说 大家可能有点不理解了 是不是亲侄子怎么还会说不清呢 的确这件事颇为特殊 要了解清楚 得从2020年10月29号的一桩报案说起 在浙江省胡州市的南巡区 警方接到了一起报案 说是有为了老人家落水了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 但遗憾的是老人已经离世了 救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调查以后 我们得到决定是 这位老人是逆水死亡 属于意外死亡 老人的身份很快得到了明确 就是本村村民徐顺法 80岁 可问题是老人家为什么落水呢 对此警方展开了一系列的详细调查 但是不得不说 最后的结果呢 让人很唏嘘 具体原因嘛 还得从徐顺法老人的特殊情况说起 据当地村干部介绍 徐顺法老人呢 因为患有先天性的疾病 从小就落下了残疾 后来经过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的评定 徐顺法老人是三级肢体残疾人 因为身体的原因 徐顺法老人一生都没结婚 也没有收养子女 是村里头有名的无保护 就老年之后 徐顺法老人的身体呢 每况愈下 平时连走路都比较困难 于是呢 民政部门就专门添置了轮椅 从此之后呢 老人就经常是自个儿推着轮椅 到村子里转转 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警方也组织了咋楼 果不其然 老人的这个轮椅也在河里头 那老人是怎么连着轮椅 一块落水的呢 飞机 警方又得现场进行的勘察 结果发现了这个河 离老人的家特别近 七八米最多的呢 往这里 它后门也有后门的 后门出来到 这里七八米 而且河边的那块地 不但湿滑 还有一点缓坡 据此呢 警方推断 老人应该是独自推轮椅出门 走到河边 却不小心 滑到了水里头 老头子就在这个地方 东西东西 就在这个地方下起来 这么一个 你谁死亡的死骨 好了这里来起来了 现在呢 拿了个死产 最后警方认定 徐世法老人呢 属于意外身亡 老人身后的这个相关手续啊 家人都可以正常办理了 不过我们刚才 他也说了 徐顺法老人是无保护 没有直系亲属 那谁能为他办手续呢 这个时候 一个让警方感觉到 有些意外的人出现了 就是这位 严永康他自称是老人的侦旦 他自称是老人的侦子可以代为办理老人的身后事 很快 这个费用 这个费用没气了 什么都一气烧之后呢 整个费用是两万多块钱 那这两万多块钱是谁出的呢 对此呢 严永康表示 当时他在整理叔叔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存折 上的还有五千多块钱 他就拿了出来 然后自个儿再补贴了一万八千多块钱 才把这场丧事办好 按照农村的说法 这也算是让叔叔走得体面了 在这儿呢 还得额外说一下的是 徐政法老人的房子 很早之前呢 老人住的其实是家里的这个老房子 但是年久失修 成了危房 由于老人是无保护 于是呢 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就出钱 给老人在原地基上修建了一栋新房子 供老人居住 现在老人去世了 也是严永康帮忙把房子给收拾出来的 然后还按规定还给了集体 这么说来 严永康这个职子还是相当不错的 出钱又出力 主动承担了老人所有的身后事 挺好的 按理说嘛 事情到这儿就该结束了 可是不久之后呢 有个消息却打破了这一切的瓶颈 甚至于严永康还打起了官司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老人丧事结束后的某一天 曾干部告诉严永康 于顺罚老人生前呢 竟然还买过一份意外保险 政府给他买了意外上的保险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跟严永康收拾 而现在按老人离世的情况来讲嘛 正好是符合理赔条件的 理赔金额是五万块 于是呢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了严永康这个消息 严永康乍一听嘛 有点意外 再仔细一想嘛 叔叔又没别的亲人 身后事全都是我操办的 我去领这个钱 合情合理 而另一方面呢 严永康其实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情况 严永康家并不富裕 为了办徐顺罚老人的这个身后事 出的那一万八千块钱 其实是借来的 如果现在能够领取这笔赔偿金 那这钱不是正好可以还上了吗 在这儿呢 我们有必要注意到一个关键问题 据严永康自个儿说呀 他是徐顺罚老人的职子 可是按法律规定 职子不是职系亲属 并不在继承人范围之内 他真的有领取这笔赔偿金的资格吗 更重要的是 他怎么证明职子这个身份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呢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 因为职委会直接就给严永康 开举了证明 证明他跟徐顺罚老人的这个关系 就是熟知关系 然后呢 严永康就带了这张证明 去了保险公司 那么保险公司会不会同意理赔呢 果不其然 保险公司拒绝了严永康 给出的理由嘛 很明确 他说我没资格 你没有能力拿这个钱 严永康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于是他就采取了行动 严永康把投保的保险公司 起诉到了法院 2021年6月17号 浙江省湖州市南巡区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了这个案子 法庭之上 保险公司的态度很明确 即使严永康帮助处理了徐顺罚老人的丧葬事宜 也不能作为他抚养老人的依据 因此他们认为严永康没有继承的资格 无论按照继承法还是民法典 均非徐顺法的一个法庭继承 看来争议的焦点很明确 那就是严永康到底有没有继承的资格 为了更详实的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 法官决定得到实地去走访一番 首先法官来到了当地派出所 他有必要调查清楚 徐顺法老人是不是真的没有直系亲属了 而得到的结果也很明确 确实证实就是徐某他是属于父母 已经早于他过世 那么终身未婚 在法律上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和第二顺位继承人都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确定了 接下来就是严永康和徐顺法老人的关系了 他是不是目前仅剩的老人最亲的亲人呢 可是这一查嘛 结果就让法官始料未及了 因为从户籍档案上来讲 这个严永康竟然跟徐顺法老人 一丁点直系的亲缘关系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俩人根本就不是亲属之 这么一来呢 严永康的继承资格 那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个严谋的主张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事情说到这就显得有点蹊跷了 前边我们讲了徐顺法老人去世之后一切都是严永康打理的 他甚至自掏腰包办丧事 如果根本不是亲疏直 严永康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这说不通呢 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点 那就是村委会出具的那份证明 上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 严永康跟徐顺法就是疏直关系 按理说村委会肯定不会乱开证明 那他们又为什么会替严永康证明呢 难不成整件事还另外有隐情啊 为了搞清楚真相 法官决定继续深入调查 然而这次的调查结果呀 竟然再次让法官出乎意料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 严永康跟徐顺法老人的关系呀 竟然是那样的特殊 那么到底特殊在哪呢 严永康又到底有没有继承 这笔赔偿金的资格呢 牛奶加花生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让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严永康和徐顺法老人的关系 似乎成了个谜团 于是法官来到村里头 打算到各家各户问一问 了解下去的情况 让法官比较惊讶的是 十几年来周围所有的村民 竟然都以为他们俩人就是一家人 是亲叔子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按说邻里之间 应该是彼此都比较了解的 怎么会就连村民都会误会 两人的关系呢 法官又来到了村委会 然而当地的这个党支部书记 特议会主任胡建明呢 给出了这么一句话 对严永康这个事啊 应该报警 对严永康 没有一个不敲大拇指的 你这么多年 这么多关心 而自己这样 所以为这个事呢 我们村里啊 为他这个事也要报报名了 胡建明表示 徐顺法老人由于身体原因 没有成家 多年前 还有父亲照料他的生活 大约15年前 这个徐顺法老人的父亲过世了 只剩下他一个了 生活十分不便 从那周起 严永康就时常去照顾徐顺法老人 因为他没亲人呢 就是一个人 整个他的生活机器啊什么的 都是有远远空啊 身体不好啊 都是有他在做 甚至于老人还有一亩多的承包地 自个儿根本没办法料理 多年来也全是由严永康在耕种 然而等到收获了骨子 严永康呢 却是收割完之后 一粒不要 全都给了徐顺法 收割的时候 把骨子给他晒干 把它装成袋子送到他家里 送到家里之后 他有时候没米了嘛 他再把它家里拿出去 把它去粘米再送回来 村民们还强调 不只是这些大事 还有太多太多的日常小事 包括外出买菜洗衣做饭 以及生病照料 可以说徐顺法老人的一切 全都是严永康在打理 所以呢 就这种程度 村民们怎么会不认为 严永康就是亲侄子呢 更重要的是 严永康这么做 还不是一天两天 是十好几年 做一件好事肯定是永远 那你做好多好事肯定是不用你的 那不是一天两天的 十多年的对吧 一辈子坚持下来的 照这样说 严永康虽然不是这个亲侄子 可是所作所为呢 却是比亲侄子更亲 甚至于都尽到了儿子的义务 可是严永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正如村民所说的 十几年如一日 这可不是简单的 一点善良就能做得到的 看来有必要再问一问严永康本人了 那于是法官就来到了严永康家中 说到关系问题呢 严永康也承认 他跟徐顺瓦老人 只有一点遥远的亲近关系 说白了 徐顺法老人充其量 只能算得上是严永康的隔代表书 与此同时呢 法官还了解到了严永康家里的一些特殊情况 严永康的家境并不富裕 年轻的时候呢 是一边种田 一边外出打工 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可后来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 他的手指头呢 被电锯所伤 缺失了两个手指 干活能力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日子嘛就越发的爆过了 更不容易的是 严永康的儿子也有残疾 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 需要照顾 总之一句话吧 严永康的生活负担 那是比较重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家境当中 严永康呢 还是多年来坚持照顾徐顺法 这可不是难上加难了 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 严永康到底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我们都是自己人 你以前干的活干的洞的时候 你又要帮我干一堆活 对吧 那么我现在你年纪大了 应该我来照顾你了 就是这样子想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方便 看着人家好苦呀 对吧 人家这样子嘛 我搭载了还是清洁 那么一个呢 我想把他帮帮忙嘛 也是应该的 严永康说的很质朴 不用计较亲缘关系 是不是不够亲近 这个也不用计较 该不该帮 能不能帮 因为他看到徐顺法老人 过得很苦 所以能帮就帮一点 事情说到这儿嘛 或许我们能够明白 为什么明知道 他们不是亲疏职 村委会 还要帮严永康开张名了 不正是被严永康这种 多年来照顾徐顺法老人的 善举和感动吗 不是亲人 胜死亲人 而且严永康还为老人 背上了债务 难道他就不应该获得 继承赔偿金的资格吗 了解了这一切之后 法官呢 也决定从长计议 重新考虑 官司当中的特殊情况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严永康那儿呢 却传来一个 让人意外的消息 严永康决定 他不理赔了 我也不想要了 我没能力啊 严永康自己 竟然打起了退坛骨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折腾了这么久 严永康觉得自己 实在是太累了 再加上他身体也不好 有个晕车的毛病 来来回回的 每次都是几十公里 他有点受不了了 男人起来这么退 起来就退 我要出院了 我说我不来了 我要不想要了 去男人晕车是吧 晕车的呀 原来如此 能够理解严永康的感受 可是接下来再次让人 没有想到的局面出现了 严永康自个儿是不想理赔了 可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不干了 他们替严永康委屈 他们觉得这笔钱 就是严永康应得的 我们这心里就不平 你这样一个好的精神 我没有发扬的 大家都在向他学习 你这个钱数还要赔不下来 大家觉得严永康这样的善行善举 应该得到肯定 而且正好有这么一笔赔偿金 所以更应该从实际上 让严永康多年的付出 得到一丝回报 十几年前 不是为了奔了这笔钱来的 去照顾他的 对吧 那这是无常付出的 十几年风里来的那些 来在我们这里 中国财政美的有一个孝子 实际上 我对儿子对我自己父亲 也没有这么细心的 还是那句话 远亲不如近邻 能够得到村民们一致的好评 足以见得严永康多年来 对徐顺法老人的照顾 有多么的尽心 多么的到位 更何况他还根本不是亲侄子 这不更加说明了 这么一份情意的难得吗 不更加证明了 他的这个善良是至真至诚的吗 好在在村民们的劝导之下 严永康打消了撤诉的念头 而另一边呢 法官在仔细考量之后 也对这件事有了新的看法 虽然呢 徐某跟严某之间 并没有签订所谓的 这个一阵抚养协议 但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 严某对徐某是尽了比较多的 抚养义务的 徐某去世之后呢 严某作为一个远房的亲戚 也是积极帮这个 徐某张罗他的后事 那么也让徐某 较为这个体面的走完来人生最后一段道路 换而言之 尽管严永康不具备直系亲属的身份 可是从严永康所做的种种来讲 他真正做到了对老人的抚养 更做到了超出于善良的义举 司法一向是指引社会行为的明灯 因此在这桩案件当中 就应该让善行善举得到弘扬 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 把坚持公正司法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机的结合起来 是通过审理一个具体的案件 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和引导 社会风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当然了 任何司法行为都需要法律作为根本依据 而根据民法典第1131条的规定 对继承人以外的 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 或者继承人以外的 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结合这起案件的具体案情 法官认为 严永康具备继承保险赔偿金的资格 对司者进来较多抚养的义务人 他是有权参与遗产的一个分配 不过这其中还有个插曲 那就是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 第1160条的规定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 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 还有资格参与徐说法老人遗产分配的 除了严永康还有村委会 那这五万块钱该怎么分呢 为此呢村子里头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 但是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笔钱应该全部奖励给严永康 当地的封锁习惯嘛 谁在到后来谁在照顾他们 这个钱就归谁了 或许这就是大家对善良的认可与尊敬吧 法庭最后呢也接受了村民们的这个决定 村民委员会以及周边村民的这个意愿 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情理法的融合 在司法梭理的过程当中 能够引导人们去了解我们社会提倡的是什么 反对的是什么 法律保护的是什么 制裁的是什么 2021年8月9号 浙江省湖州市南巡区里面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现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湖州市南巡之公司 于判决生效10日内 向原告严永康支付保险金5万元 受到判决之后 保险公司也没有提出上诉 很快就把保险金5万元赔付给了严永康 法院在审理这么一个案件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需要对他的这个行为 做一个正向的评价 他会觉得说 这么一个行为 可能是我在今后当中可以做的 或者说这个行为是社会提倡我们去做的 对于从未打过官司的严永康而言 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上法庭 拿到了胜诉判决书的那一刻 既有些意外又有些激动 严永康说对于他 这5万块钱不是个小数 他终于可以还钱了 不过剩下来的钱呢 严永康的安排听着 让人觉得有些惊讶 过即日的时候给他操办操办 操办操办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每一年他死了 每一年有个激政的嘛 对吧 我们这有一个激政的 那每一年给他激进 严永康心心念念的 依然是徐顺法老人 这确实让人惊讶 可一细想 也在情理之中 这十几年来 从没有一分钱回报 严永康尚且时时刻刻照顾着老人 更何况现在拿到了老人的保险赔偿金 善良从来都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 善良更是 这个 镌刻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之中 它是一份坚持 更是一种无言的大爱 而从今天这件事当中呢 我们更是能发现一个质朴的道理 那就是善有善报 因为严永康的善举付出 所以他能够得到村民们的支持 村委会的力挺 最后还得到了司法的正面评价 司法有力量 有是非 有温度 老百姓则有温暖 有遵循 有保障 彼此交相辉应 推动着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您又在家花生 大力康小恶 英论您的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